2019年5G和WiFi6相继出现 5G让移动网络步入千兆时代 而现在千兆宽带也是在普及之中 小们在座的朋友们你家的宽带是多少兆的 最近B站数码区联合中国电信推出了一个路由器重测计划 非常荣幸入围获得重测资格 这些路由器是中国电信全无WiFi业务搭配的WiFi6路由器 相比上一代WiFi5 WiFi6有非常多的黑科技 比如支持更大带宽 如果你是千兆宽带一台好的WiFi6路由器能提供更高的连接速度 也能带来更低的食言 游戏和更多中断连接会更加流畅 并且WiFi6的信道着色技术能让抗干扰性更加强 支持TWT技术功耗更低 覆盖范围更广 还引入新一代无线加密协议WPA3 网络保障更安全 下面就跟着视频来看看中国电信的定制WiFi6路由器实际表现怎么样吧 本次收到的四台路由器均为普联出品 其中三台为普联的电信定制版WiFi6路由器 包装上大大的AX就代表它们支持WiFi6 AX后面的数字代表路由器2.4G加5G无线的连接总数率 最后一台为非定制的普通WiFi5路由器 非定制的WiFi5路由器型号为WDR5620 市场上有零售版本 AC1200中的AC就代表它支持WiFi5 配有四个千兆网口 另外三台定制路由器在市场上没有零售 都是电信全无WiFi业务所搭配的路由器 定制版自然有定制功能 比如支持电信的小易管家APP和e-link功能 三台定制机型分别为WTC181 WTA301 WTA541 均支持WiFi6 其中WTA301和WTA541支持WiFi6 都是黑色机身表面做了磨砂处理 顶部和背部都有散热孔 兼容散热的同时也确保颜值在线 顶部有电信和普联的logo以及状态指示灯 因为AX3000和AX1800的外观是一样的 所以AX3000有额外的标识与AX1800进行区分 不管是天线打开还是合并状态 都是正方形 AX5400则是六边形形态 比另外两台体积大了不少 光听名字AX5400就知道这是三台路由器中最强的一台 带有六根天线和其他两台不同 天线收起来时尾部有突出 三台路由器均支持TP的翼展功能 可以使用多台路由器进行MAS主板 带来更好的无线覆盖 都配有四个千兆网口 支持万口和烂口的满叉 因为是定制版不支持双万功能 AX1800的配置如下 AX代表支持WiFi6 2.4G加5G连接总速率达到了1775Mbps 415入取1800这就是AX1800的命名由来 处理器为经典的NT7621880MHz的频率 128加128的配置 80MHz频宽 AX3000采用高通1GHz的IPQ0509处理器 128加256配置 5G频段无线最高速率达到了2.4Gbps 支持160MHz的频宽 AX5400采用高通IPQ0518处理器 算和1GHz的主频 和AX3000一样采用128加256配置 支持160MHz频宽 支持4×4MIMO 并且有F1M信号放大器加持 也是定制路由器中配置最强的一台 配置墙自然功耗也高 AX5000配备的电源是12V2A的 其他几台都是12V1A的 介绍完外观和参数 下面来看看这几台路由器 在实际使用中的表现 使用一台专有英特AX210 无线网卡的电脑和苹果11 两者均支持WiFi6 首先是宽带测速 都轻松跑满我的300M带宽 延迟和抖动还不错 下面是多点位无线信号测试 将NAS连接路由器 开启NAS中的SpeedTest武器 连接路由器的5G和5线的进行测试 后行图如下面积不到80平米 路由器放置于客厅之中 A点为近距离5遮挡测试 B点为5米外隔一堵墙 C点跃为8米外 中间隔了至少两堵墙 A点近距离5遮挡测试 除AC1200路由器外 三台电信定制路由器 均跑到了近千兆的下行 其中上行速度测试AX5000是跑到最高940Mbps AX3000跑到了最高910Mbps AX1800最高上行是870Mbps 而这台A1100的WiFi5路由器和AX210玩卡的握手最高速率是866Mbps 加上无线损耗 所以只跑出了下行663Mbps和上行520Mbps的成绩 WiFi6相比WiFi5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SMB写一下 考骗NAS中的文件可以跑满千兆 完全媲美有线连接速度 连接NAS进行内玩剪辑也会更加流畅 B点测试结果如下 依旧是最强的AX5000是独领风骚 在间隔一堵墙的情况下 下行依旧跑满近千兆 上行跑到了830Mbps 拥有独立信号放大器果然是强上不少 AX3000和AX1800在下行速度差不多均有650Mbps左右的速度 但AX3000相比AX1800的上行更强一些 而普通的AC1200在B点的下行为385Mbps 上行约200Mbps 相比三款WiFi6路由器差距还是非常明显 C点的话距离约8米 并且中间有多面墙阻挡 依旧是有信号放大器的AX5000是最强在多面墙的情况下 跑出了下行757Mbps 上行550Mbps的成绩 普通的AC1200跑出了167Mbps的下行和127Mbps的上行 相比其中表现最差的AX1800 AC1200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使用苹果11测试结果如下 在A点贴脸的情况下 下行有900Mbps以上的速度 上行均有400Mbps的速度 B点隔一堵墙的情况下 三台WiFi6路由器都跑出了600Mbps的下行速度 表现不错 在C点多度强的情况下 依旧是AX5000是最强 下行有300Mbps 而普通的AC1200在C点的测试结果就没那么好看了 下行不到50Mbps 上行只有20Mbps 可以说三台WiFi6 不管是信号覆盖还是速度测试呢 都比普通的WiFi5路由器要强 下面是使用两台支持M5U麦模的手机 进行双中端的性能测试 同时点击开始测速 结果如下 依旧是AX5000是最强 速度总和最高 A1100效果最差 相比表现效果最差的AX1800呢 依旧有不小的差距 连接WiFi5和WiFi6路由器进行游戏 可以发现WiFi6路由器呢 延迟相对低一些 这三台TP-Link定制路由器都是支持TP的一展功能的 也就是Mesh主网 毕竟这是电信的全无WiFi业务搭配的路由器 怎么能少了Mesh主网的加持 主网非常简单 按下路由器上的一展键 在作为主节点的路由器上添加几个 支持有线和无线Mesh主网 对一些中大户型Mesh功能还是非常好的 可以进行无视角的网络覆盖 在厕所开黑的时候也不怕信号差了 进行了漫游测试 切换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从上面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到 三款电信定制WiFi6路由器 不管是速度 性能 还是无线信号覆盖方面都有不错的表现 AX5400有F1M的加持 在多重遮挡物的情况下 依旧有非常不错的信号覆盖 并且有4x4的MIMO和160MHz频道的支持 可以说在几年内都不需要升级路由器 如果你家里智能设备比较多 建议优先选择AX3000和AX50004 这两台都支持最多192个用户接入 设备多的情况下更加游刃有余 相比之下AX1800支持最多64个用户接入 比较适合小户型以及智能设备不多的用户 总体来说这三款定制路由器都可以满足中小户型的信号覆盖需求 如果户型比较大 建议考虑多台路由器进行MAS逐温 并且它们都是电信全无WiFi业务所搭配的路由器 如果想升级宽带和路由器 并且有全无WiFi覆盖的需求 不妨去当地的电信营业厅了解一下 好的本期到此结束 欢迎评论区讨论 最后感谢B站数码区的重测活动和中国电信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